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沿下有方形加厚面 供敲击用 针面用双道凸弦纹装饰成回字形 底部有上细下粗的圆管状短饼 与体腔相通 装入木饼后可守直 青铜乐器是夏生周三代音乐文化中 最具代表性 最重要的历史遗存 其中最具有画时代意义的当属商代头脑的出现 不仅确立了核瓦性的结构 还出现了系列性的组合 成为了具备旋律性表现的青铜类乐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